你做事呢 不能等两回了 在制作初期 制作团队跟导演不断沟通 研究如何使用三维技术 达到传统二维手绘的唯美感觉 其今影片完成时仍在不断完善 说到牡丹仙子 制作难度最大的 莫过于牡丹花开的细节把握 为了这些开花镜头 制作团队专门开发了一个软件 使动画师能控制 每一朵牡丹花开的时间 由于这些镜头的运算量非常庞大 制作团队使用了120个节点的 渲染集群服务器进行分层渲染 并在NUC合成软件里 调节每一朵花开的细节 最后加上绚丽的特效 让画面呈现出最华丽的效果 牡丹仙子中的人物动画表演 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环节 动画师通过揣摩角色性格 注重人物情绪和夸张的表现 制作出来的人物动作更具张力 李妍姐姐 我终于拥有法力了 影片中大量使用高速飞行的镜头 花精灵的衣服和辫子随风飘动 这时若使用传统的程序自动运算 衣服和辫子细节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为此导演选择了手工调节 在逐个画面上运用跟随动作和重叠动作进行控制 使精灵们在风中依然活灵活泄 正是由于制作团队的不懈追求 牡丹仙子才能以最唯美和绚丽的效果 呈现在观众面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